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 尔根 眼波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736集 水晶棺材 那些先选族族人同样一一走路 眼中透出尖地 片刻后 王林来到了此地通道的尽头 那悬阴顶所在之处 来到这里后 他一眼就看到一个黑雾化作的女子徐影 呈雾絮状急速地在塔山四周旋转 一阵阵刺耳的尖笑不断 塔山神色如常 他是仙女 元神早就已经崩溃融入至肉身中 此刻对于那尖锐的声音 根本就不在乎 即便是这声音对肉身有伤害 但以他肉身的强度 却是没有影响 而王林 此刻元神内有骨神皮甲守护 那可伤元神的尖笑音波 穿入他体内 再碰到元神的刹那 便立刻自行崩溃 那环绕在塔山身边的女子徐影 看到王林后 立刻放弃塔山 直奔王林而来 影孩未知 便有一股如风暴般的尖笑 轰隆隆的传来 仿佛要把王林撕裂 王林冷笑中 双手掐绝 立刻其身体外的三面小旗 漠然飞出 形成大片的紫漆漩涡 与那冲击而来的音波对抗 与此同时 王林身子后退间 一步便来到了悬音顶上 同样的 塔山也是脉步间临近 他与王林心念相通 此刻临生后 一拳挥起 印在了悬音顶上 这一拳呢 塔山发挥出了 其称为香味后 最伶俐的一击 他虽称为香味 但本能尚还保留了一些 那种无数年来 对于这悬音顶的恨意 在这一刻 随着拳头爆发 他眉心之上 那极为复杂的符文 此刻如同活了一般闪烁 直接幻化而出 融入塔山的拳头内 一拳之下 更是产生了法术波动 但听轰隆一声巨响 这声音之大 使得此地 落下无数碎石尘土 仿佛这整个祭坛 都要坍塌一般 一阵咔咔声中 那悬音顶上 出现了大片的裂缝 如同珠网分布 就在这时 那被三面小旗旋转的 紫器所组的女子虚影 疯狂地尖叫起来 不顾一切地冲来 想要阻止 塔山一拳落下 抬起之后 毫不犹豫再次击出一拳 砰的一声 悬音顶崩溃 化作无数碎片四射 一团浓郁的黑气 从旗内冲出 呈环形散开 但迅速间便猛地收缩 全部从旗内 那小型传送阵中消失 好似被吸走了一半 一同吸走的 还有那绕过紫器漩涡而来的女子虚影 王林目光一闪 不假思索 踏在了阵法上 口中喝道 许立国 还不回来 四周来到这里的先选族族人之中 立刻有一人身子一颤 一团黑气 自其眉心飞出 化作许立国的样子 带着一丝回味 他立刻飞向王林 在王林之后 塔山同样踏出 一同消失无影 四周一片安静 只是有大片的尘土 从上方落下 显然这祭坛随时都会崩溃 先选族先祖老者 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众多族人 漠然地踏起脚步 踏入传颂阵内 消失不见 在他之后 所有的族人 全部一一踏入阵法 离开了这个 他们曾经世世代代 一直居住 一直守护的地方 幽冥兽体内 一处漆黑的虚屋中 有一座庞大的阵法 这阵法是以暗红色的血液 凝聚布置而成 他飘在虚屋 阵阵黑气从血液内散出 融入这阵法中心位置的 一座水晶棺材 在这棺材中 有一具尸体 这尸体是一个男子 他相貌均美 看起来约二十多岁 躺在棺材中仿若沉睡 那从阵法内吸收而来的黑气 不断地融入棺材中 被这男子吸收 阵法外的虚无中 此刻潭膝飘着一人 此人身穿黑衣 那宽大的衣袍 把他整个身子全部包裹 除了头部 看不到任何之处 他闭目打坐 仿佛很久以来 便存在于这里 守护着阵法内的水晶棺材 就在这时 这黑衣男子猛地睁开双眼 直勾勾地盯着远处 喃喃自语道 果然来了 可惜我此刻之力 无法毁掉阵法 否则的话 也就不用担心了 他目光一闪 立刻一道黑光在其身上闪烁 片刻后 一个虚幻之影 从其眉心飞出 落在石杖外 化作一个人影 这人影渐渐凝湿 成为了一个 与这黑衣男子 一模一样的分身 这分身睁开双眼 右手一挥 立刻身体上出现了一席阑珊 他略微活动了一些身子 直奔远处而去 那黑衣男子并未停止 而是再次施法 片刻后 一道又一道分身 幻化而出 算上之前那个 一共五个分身出现 全部冲向远处 在距离这黑衣男子 数万里外 五彩光芒闪烁之下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王林身影在其内 一步走出 在他的身边呢 许立国如游魂一般飘出 在四周盘旋 踏山紧随其后 也走出了漩涡 片刻后 先选族族人 一个个纷纷露出身影 从漩涡内出现 王林神色平静 神石散开 一晃之下 直奔前方而去 但立刻 他目光一宁 只见前方虚无中 迅速飞来一人 此人一身蓝山 正是分身之一 原来之前所杀 只是一个分身 王林在看到那蓝山男子的瞬间 心中立刻迷目 此时却是不假思索 心念一动之下 塔山在他身后一步跨出 直奔的蓝山男子一拳轰去 蓝山男子神色阴沉 双手掐绝 立即一道金光闪烁 在其手中幻化出一把长枪 一指之下 这长枪顿时冲向塔山 就在这时 远处四道身影 仿若长虹 直奔此地而来 王林眼中杀鸡一声 身子一幻而出 与此同时 右手向前一点 立刻 其手背之上 瘦骨突然如动 瘦骨直接幻化而出 始尊的子母道哭 五个分身呢 在看到这瘦骨的刹那 几乎同时惊呼 眼中露出骇然 与无法置信之色 这一刻 就连数万里外 那盘膝的黑衣人 也是双目爆出金光 子母道哭 幽光一声 杀气瞬间笼罩 那与塔山厮杀的分身呢 立刻退后 与其余四个分身凝聚 彼此立刻掐绝 口中传出 阵阵复杂的咒语 在幽光闪烁 煞气弥漫的刹那 这五个分身体外啊 立即便有一层光幕出现 片刻间呢 光幕上出现了灰色 立刻石化起来 只不过呀 在彻底的石化之后 一道道裂纹 却是在光幕上出现 砰的一下碎裂 其内五个分身 面色略有苍白 但眼中的骇人 却是极为浓郁 王林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这五个分身立刻后退 向着远处飞去 王林目光一闪 身子向前一脉 整个人立刻消失在了原地 在其中一个分身旁 欢呼而出 在他出现的刹那 王林直接张口 喷出一道金光 这金光那样 是一个三寸小印 但他刚一出现 便立刻变大 转眼间成为了石杖大小 向着王林前方的 那个分身砸去 这石杖大印 带着的气势 极为惊人 仿佛这一刻 时间凝固 那分身面色苍白 他身体的一切力量 在那大印落下的瞬间 居然全部被封印出 除此之外 他更是有种 如同面对天威一般的错觉 瞬息间 轰隆一声大印落下 一声惨横传出 那分身肉身崩溃 原神分出之际 刚要逃走 但就在这时 石杖大印之上 金光刹那间 从暗淡迅速大亮 立刻便把四周千丈 照耀得极为刺眼 仿佛在这一刻 这大印成为了太阳一般 一声惨叫 从那原神内传出 死人的原神 立刻被金光穿透 形成一片片封印 笼罩全身 根本就无法逃出 好似被吸收一般 立即吸入至大印内 消失不见 不远处 其余四个分身 纷纷震惊 正要继续后退 王林一把抓着大印 脉步间紧追不舍 四个分身迅速逃遁 只是片刻后 王林目光一闪 停下了身子 嘴角露出冷笑 哼 想要把我引开吗 他放弃了追击 而是盘膝坐在虚空 塔山来临 在四周守护 王林闭上双眼 神石散开 不断地向着四周回荡 树袭后 他猛地睁开双眼 直奔一个方向而去 此刻 那四个远遁的元神 却是改变方向 冲着王林而来 其中一个速度最快 在临近王林千丈外之时 眼中露出果断 漠然间居然燃烧了元神 与肉身 其修为几乎疯狂地暴增 速度一下子快出了数倍 几乎刹那间那 便临近王林十丈外 身子轰得一声 自暴 这阳石巅峰自暴 所产生的威力太大 一股毁灭性的力量 在这一刻疯狂地延伸开来 向着王林横扫而去 在这危机关头 王林眼中露出一道金光 身子迅速后退 一拍楚代 立刻三面小旗飞 迅速旋转 形成紫气缭绕 与此同时 王林更是拿出了山河图屏风 一挥之下 四周的一切 全部成为了山水化墓 那阳石分身自暴的威力 咆哮冲击 山水化墓顿时扭曲起来 虽说化解了不少 但仍然还有冲入其内的力量 毕竟此物不是真正的山河图 王林身体外的紫气漩涡 在消融了一些自暴的力量后 砰的一下被打开了缺口 那毁灭性的力量直接冲入 疯狂地落在了王林的身上 直接从他肉身穿透 直奔渊神而去 王林身子速退 面色略有苍白 但双眼却是杀鸡闪烁 幸亏又骨神披甲 否则在这自暴下 我即便不死 也定人重伤 此刻 另外三个分身 也已然临近 一个个眼中露出狠辣的果断 居然纷纷选择自暴 毁灭性的气息弥漫 直奔 王林而来 显然是抱着 不杀王林 绝不罢休的念头 王林目中寒忙闪烁 他绝不会让同样的事情 再次发生 此刻身子不但没退 反而一冲而出 右手向前一指 立刻 身旁的子母道窟 一闪而出 那兽骨内幽光大闪 煞气立刻弥漫 其中一个冲击而来的分身 立刻自双脚处闪烁灰光 迅速实化 王林身影如电 直接出现 双指成剑 立刻在那被实化的分身 眉心一点 其整个人 立刻化作无数碎石 崩溃了 此刻呀 其余两个分身已然临近 自爆的力量达到了巅峰 点燃 危机之际啊 王林内心冷静 右手向旁一点 先竖定身 刹那间失掌而出 另一个分身 其身子立刻停顿 就在这时 塔山一跃而出 瞬间来到那停顿了身子的分身旁边 一把将其抱住 直奔远远处而去 轰的一声啊 那分身自爆 强大的力量冲击在了塔山身上 他面色苍白 身子一晃 却是硬生生的扛过 连续毁掉了两个分身的自爆 但此刻 最后一个分身呢 却是身子被其体内那疯狂的力量撕碎 形成一场强猛的风暴 直奔王林波及而去 就在这时啊 封先印在王林的操控下来临 刹那间呢 便化作百丈大小 并未横展 而是树立在了王林身前 仿佛一面百丈大盾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密》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敬在喜马拉雅 订阅 宝宝 突 Th